這是年輕的演員們 如果你一入行就只在意自己紅不紅 你會出很多很多事 包括你去真番味 包括你去在意這個 海報上的名字 站在前面 像金晶就是 他怎麼樣 這就會讓你的 整個工作狀態 失了焦 你覺得走不遠 即便你得到了一時的一個浪頭 而且你絕對走不遠 就像有個衝浪 一直看著這個浪 你是沒辦法看到中的 但是如果你看著終點 穩穩地前進 那你有可能可以到達你的內地 對不起我廢話比較多 有回答你嗎 那紅不紅是一門玄學嗎 蛤?玄學啊 紅不紅是不是一門玄學 紅不紅是不是一門玄學 應該這麼說我沒有見過 紅非常久的人 是不努力的 我也沒有見過不努力的人 紅非常久 就這樣 你要說是玄學嗎 是 它確實有很大的運氣的成分 包括我 是吧 天使第一人 天使第一人 可是如果你 就 不配的話 那就時間會很短暫 嗯 就回答你問題 大家都不說話 是不是太引述了 太沉重了一點 今天已經來到最後一個環節了 就是我們前面說了那麼多精采的內容 然後下面要給自己的這部本片進行拉票 每人一句話 我們又要拍一部新的嗎 沒有 是你們的 可以一個人拿票 時代第一棒 我可以幫你 我可以站你背後 我可以站你背後 好 加油 請她投給你 就是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個作品 然後我也非常喜歡你們的作品 我還沒有看 就是希望大家喜歡就好了 謝謝 希望大家把票投給我們 雖然晶晶今天很漂亮 看戲就是這樣 平心而論 能不能達到你們 能不能觸碰到你們的心 希望你們可以給我們 一個指教的票 就是我們會因為你們的投票 不管是得到一點信心 或是繼續努力 都是你們可以給我們的一些回饋 謝謝 期待我們的老父親 帶著我們三兄弟的作品 可以讓你們感受到愛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辛苦了 還有想要問的嗎 沒有 你說 我最後問一個有點不太正經 不太正經 沒關係我們也都不正經 我問一下牛俊聰老師 今天亞倫老師跟妳講自己投的那個感受書 哈哈 真的不正經 要不讓亞倫幫妳 你想要試試 她的手法非常好 但是 那天 冬天的時候我們沒有熱水 熱水不夠啊 所以是拿冰水 沒有到冰水了 冷的 冷的 所以舒適嗎 嗯 我覺得 手法上感覺很舒適 要怪那個洗髮精 因為那洗髮水是有薄荷成分 我的媽呀 我的手是暖的 但是妳的頭是涼的 哈哈 我感覺頭都要肚子 謝謝您非常 舒緩情緒的 第一個問題 謝謝大家